10月16日,女排市锦赛六剑四第二轮开打,中国女排队阵荷兰队,第一局比赛中国队23比25输给了对手,第二局比赛,中国队被对手打出了真火,完美地用25比13给了对手当头一棒, 打的对手出现了多次连续的失误,两届比赛打下来,进攻方面朱婷拿到了13分,张长宁拿到了8分,袁新月3分,龚翔宇3分,蓝黄方面,袁新月2分,丁霞2分,延宁2分,发球方面袁新月2分,张长宁1分,今天前两届比赛里,排球公主加奥运冠军张长宁的发挥非常出色,已经拿下了9分, 仅次于13分的朱婷,正是因为张长宁的爆发,中国双界贺比坎的对手防不胜防,在第二阶彻底把对手给打崩溃了,而张长宁也是兴奋的开心大笑,露出了难得的开心笑容,毕竟,张长宁已经一年的时间没打国家队的比赛了,今天他无论一船,扣球,还是协助袁新月来网,都做得相当不错, 女排公主在经历了长时间伤病的困扰后,终于王者归来了 待会们先zie 杨的影响 我也有试馬 哲学